那我觉得我唱了这么多年歌 跑了那么多久吧 难道每个老板都是很瞎吗 难道耳朵都浓了吗 对不对 我不是说 没有说尊不尊重他的意思 他们可能没有听到我唱别的歌 就是抖音的歌我也会唱 只是他们没有说听我唱 没有那个就是时间去听我唱 程虎他现在在音乐道路上走下去 的这种典型的状况 我相信大家都有过经验 就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人 或见过这样的人 然后以前我去各地去做分享的时候 会有学员站起来问我说 袁远姐我现在有一个梦想 我将来想当演员 我将来想当歌手 我想当主持人 你支持不支持我 我就要坚持下去 我一定比所有人都拼 其实那时候你能够从台上看到 他没有那样的天分 但后来我转变了一下想法 难道所有的主持人 都会做到图里老师这种程度吗 难道所有的演员都要做到张子怡吗 实际上后来我发现 我周围有很多不成名的主持人 不成名的演员 他们在自己的那个舞台上 活得也挺好的 其实我们看到程虎 他现在月收入是一万五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一万五代表着什么 在农村 如果一个初中毕业的人 出来务农的话 一年一个家庭的收入 可能是一万五 其实我们并不是否认他的过去 我们当然是类似像他这样的选手 在未来当中 比如说他年龄 他现在已经三十六了 那等他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他已经目前的这个能力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往后走 能够赚了这么多钱 那他以后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来到舞台上 他是没有想清楚的 并且就没有准备好 其实杨成虎他就因为长得好 这太容易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那么多喜欢听他唱歌的人 真的是更多的迷醉在他歌里 还有他的形象 你也可以选择唱下去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之所以我们今天会说这么多 是因为你到了这儿 如果你不到这儿 你就在你那地方老老实实唱歌 没人会说你 你就是现在做两件事 第一件 做好面部保养 这很重要 第二件事 把兜里的钱攒紧一点 多存一点 以后呢 你不学技术也没关系 你回到你的家乡开个小店 也可以再找一媳妇 好 好吧 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谢谢各位企业家 谢谢你们的点评 然后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祝福你走的游来游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其实他们并不了解我 可能我今天没有发过好 比如说我唱自己的快歌呀 还有就是英文歌 韩文歌 他们都没有听过 如果听过了 他肯定是对我另一番评价 感谢观看 因为如果听过了 我们的尊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